阿Q 阿Q 以后你要听叔叔阿姨的话 要乖 不能让他们生气 我就把你托付给他们了啊 你凭什么托付给我们啊 谁命 这是你的狗 你既然选择了它 你就有义务照顾它一辈子 你知道吗 可是 没有人可以帮你规划属于你的人生 也没有人可以随便告诉你 生活到底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去过 即便是你最亲近的人 懂吗 你才多大 一辈子很长 我们只能暂时帮你照顾阿Q 所以你好好学习 等你大学考回复仇 那时候我们把阿Q还给你 好吗 走 走吧 放心吧 阿Q 你要等我回来啊 我会努力学习的 你要等我回来接你啊 好 偷偷都给我量到庄里边了啊 好 然后你的票也拿好了 谢谢啊 乖乖的啊 那边新来的狗关头也不错 下次可以试一下 好 走啊 慢走啊慢走 沈总 带凯洛散步啊 拿着吧 还给你 别忘了你答应我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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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神太太 就愁眉苦脸了 这跟谁欠有点谈子 我要是真有人欠钱 我还好 那我可以去要点账 你看这报表 你们三个月怎么实现盈利啊 不过呢 我倒是仔细想了一个 也许能帮助我们提高业绩的办法 说说 你记不记得上次做宠物募捐的时候 什么一联系那几个公益组织啊 记得呀 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 我们如果田琳能跟这几个 公益组织达成合作 想法是好得你也别高兴得太早 你看看这段时间 我们医院做的宣传是有点效果 但是我发现就是进来的吧 就是看得多 问得多 但是买得少 想了想可能是因为我们医院 这一看吧就这么两半一身的 大家一进来就觉得不太靠谱啊 你说就算是公益组织 把这事给我们了 那我们这医生数量也不够 这是来不及做的呀 你还说呢 每天都就剩我和老陈都快累死了 是得招了人了 不是 关键那招聘广告都挂网上 没个人来呀 每天就看到猫猫狗狗了 我留狗去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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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了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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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这 那你随便看看 您是 我是来应聘的